好 接下来一起掌握几个东南亚最新动态 首先是曼谷酒店外籍旅客六死案件 现在泰国观光与体育部长强调 当局已经实施严格安全措施 还有游客的筛查程序 确保泰国旅游的安全和品质 而泰国酒店协会则透露 六死案对整体旅游业影响不大 不过也还是呼吁政府 把更多的酒店纳入监管体系 另外泰国征信局揭露 坏账已经激增到了一兆1400亿泰铢 其中汽车 房屋 信用卡最多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1.3% 拖累新增贷款暴跌 低到300万泰铢的房地产债务充斥市场 每月收入低于3万泰铢的族群 最令人担忧 而菲律宾跟中国因为南海领土冲突而关系恶化 不过根据一份文件还有一名菲律宾外交消息人士指出 非中两国同意建立新的沟通管道 以改善处理海上争端方面的互动 再来看国际货币基金IMF 把印度2024年经济成长预测上调到了7% 印度总理莫迪把这件事情归功于 印度制造计划成功 另外IMF对全球GDP成长的预测值维持在3.2% 明年则略升到3.3% 再有一个是台湾方面的相关讯息 台湾失联移工官方数字已经有8.6万了 劳动部长何佩山说 越南移工逃逸的情况特别严重 已经形成集团化 推估是因为在母国被收取了高额仲介费 欠下庞大债务所以要铤而走险 接下来会尝试跟来源国协商 以上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